來有機會我們的新品燈已經開完了 最近終於有餘運可以補一下舊的東西 既然這一代是卡片 那當然來補一下 這已經是滿好的一位騎士 相信這已經是非常非常多人的遺憾 因為呢在當年的 Blade 裡面呢 它裡面是沒有補這個 有一點小小可惜啦 雖然說它定位是二期啊 但是明顯我們的聖杯部分 氣氛就是感覺已經 跟蝦的牛牛差不多的概念 但無愧對於它是二期啊 所以呢 這一張 我也把它搞到手了好不好 這一張是當年的正版 King型態必須要用到的一張卡片 而且是最高規格 這個送瓜確實很貼心 但是 好這個好像有跟到熱度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送過來時 它是用這個卡套 但是還不錯啊 它竟然是給我雙層卡套 所以在台灣這種比較潮測的情況下 基本上也是可以防止一些彎曲的問題 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的好不好 等超久的 啊 這樣真的好帥喔 所以呢 我們今天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當年的Camelita Blade 他們的King4 國王形態 他們卡片用的質感跟規格大概長怎樣 蠻好奇的 蠻好奇的 我們先看一下卡片好了 看完之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的一個故事啊 畢竟最近它好不容易才補一個國王形態 我個人覺得超級感動好不好 因為當年遺憾就是 他們已經二期 但是待遇上就是感覺差了一點點 冰在裡面嘛 我們還是把它拿出來好了 有點小可惜啊 就好像這張卡片大概只有五六層新 沒有到九層新 但是總共還是很漂亮好不好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從遠處這樣看啊 就好像他們就是帶一點類似那種電鍍的一個鏡面 我對卡片遊戲的這種材質製造不太熟悉 知道人可以幫我們在下面幫我們留言一下 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個人有點不太清楚 不知道它亮亮的 然後感覺有點像燙金感覺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從著肚子這邊啊 你看它這個方塊啊 基本上還是閃亮閃亮的啊 整個卡片的話 就像是採用一個類似比較偏一點的鏡面的感覺 但是層次外也不太一樣 中間基底明顯比較鏡面一點 然後其餘部分就是純亮面這樣的感覺啊 不可不說 萬代在製造卡片上的功力 還是非常非常是強悍的好不好 大家這樣遠遠看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浮雕卡對不對 其實它是全屏的 它並沒有任何浮雕的結構 它就是單純屏的一張卡片 這個讓我有點小小驚訝啊 我以為它會像遊戲網 就是有一些比較特殊那種浮雕卡 那種就摸起來會有紋理啊 或是燙金的感覺 其實它都沒有耶 有啦 還是有一點 這邊其實還是有一點幅度感 就是那個文字上面啊 上面的金色 可能是燙金啦 再度一層膜這樣 啊其餘部分的話 就像是屬於全屏的這樣子 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比較小小可惜 但是整天它第一眼給我感覺 還是非常高質感的好不好 因為好像這邊可以非常閃亮 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樣看完還沒有光澤 然後這邊一轉過來 超亮 英文是寫進化這樣子 EVOLUTION 因為畢竟它刷過去是EVOLUTION KING這樣子 因為有一張卡片應該是可以遊玩的 你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它真的有點太長 我沒有辦法做反應 而且我不太了解 它本身遊玩性 有機會再幫它研究一下 超高 滿點的4000啊 非常強悍的一張卡片 所以呢 這張卡片的話 就是我們TACHIMASAN拿到的卡片 它背後部分就是往常這一套 就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最近我講這張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我們的局外者的那個篇章裡面 我們的陰井誘惡 它變成我們的ZEIN 可是這個中間的話 被我們的大腦給縮動 有點像是稍微擺脫ZEIN的一個誘惑 那時候它也沒被控制 但是ZEIN還是稍微影響它的一些思緒 然後那時候它解除變身 可是我們的TACHIMASAN 你們也懂的嘛 畢竟它也是這次最重的一個協力者 看到這個畫面就不樂意 TACHIMASAN就拿起來這張卡片 完成了它當年沒有完成事情 刷過去我們的融合覺醒 其實變成為King形態這樣子 只是有一說一句 它的King形態比較特殊一點是 以往我們的Blade在變身時 會有多張卡片進行融合 就是大量的不死者 就全部這樣融合在一起 變成超級極端的一個形態 他們其實還是有在隱藏一個 就是單King形態的一個狀態 像比如說TACHIMASAN並不是那種天選之人嘛 比一般的還要再更強悍一點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特質 所以它變成King的時候 才可以變成真正原本King該有的樣子 身上的話就是金閃閃這樣子 然後並沒有特殊的額外卡片附著在身上 我個人覺得這算是彌補 就是當年沒有看到真正的King大概是長怎樣 有啦 聖杯有變啦 但是聖杯的話你也懂了 它本身基底之子就比較不一樣一點 所以它變出來的King也不是真正的King 我們的TACHIMASAN是經過這麼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才看到真正的King以來是長這樣 看完是蠻感動的好不好 我們那把重型劍就換來變重型槍 好希望萬代可以出喔 你這除了融合絕影器加那把武器 我個人覺得超滿意 嗯 很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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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所講 這樣卡片運回來確實還是蠻貴的 畢竟我大概運回來大概一張也要三四百 基本上也算是一般富奇的終極道具 快要相同的價格 所以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 當然要稍微來變身一下吧 來各位這樣子我們King想要變成完畢 我要先說一下 因為有見於這個是近期的出現套件啦 當年DX當然不可能那個版面好不好 或許可能出現在設定機裡面啦 但是就是沒有實體化 比較小遺憾啦 所以呢我們剛剛的話 基本上是這個大家也懂的吧 這個之後一定會開箱的 所以我們這話甚至稍微偷吃步一下 基本上採用那個版件之後呢 它就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變成同時金化成King形態這樣子 變成我們在刷過去的那段時間 就會產生King形態 但是我要想說 這個是沒有實體讀取功能的 之前有開箱過的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有興趣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呢算是稍微可惜一點點 音效上的話 我個人覺得還行還行 這個拿來還原 Tachimasa我覺得是OK的好不好 看起來蠻相似的 但是如果是拿來還原Blade的話 就差蠻多 因為Blade身上會有大量的不時的附身嘛 可是呢這部話是沒有做到還原的 所以呢也是可以稍微聽出一點差異啦 蠻意外的 所以到時候他們這個設定的基底 還是比較偏向於就是 純King形態 玩起來大概長這樣 我們這話稍微試完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畢竟這是蠻精彩的 這是複製的好不好 比較抱歉一點 因為我沒有King 基本上 它這個刷進去之後呢 有沒有 就會進入 其實Tachimasa一開始在劇集裡面 就是長這樣 跟電視不太一樣 這個必定先插進去 變成這樣狀態 然後呢 再來就是 Evolution King 這樣子我們的Evolution King 就變成完畢啦 稍微玩一下 就是當年可能會有些人 有購入這些東西的話 對 因為畢竟這些都是當年物啊 如果假設有人有購入這些東西的話 或許可能就會有人這樣玩啦 就是變成純粹與幻 你就跟我們現在玩一些 莫名其妙的組合一樣啦 每天要時到今日啊 終於真的官方是補給你好了 它只是一張卡片 但是對於我們 比較喜歡卡片來講 這個是意義非凡啦 真的真的 我好奇它套品可以出了 再出一個新的版本 融合覺醒器 然後呢 可能重型槍一起出 那就真的好玩啦 然後呢 你們有一個監督獎嗎 沒有好不好 雖然說它沒有在使用這把武器 但是這把武器 還是可以稍微玩一下 畢竟重型槍沒有出嘛 我們可以稍微搭配一些卡片 大概玩起來是什麼感覺 好不好 我也蠻好奇的 但是呢 我們還是 要先把我們的King給刷過一遍 因為我真的好奇 King刷過去到底是什麼必殺機 第一次看它扣這麼多耶 欸 欸 等一下 它不是扣耶 它是加血耶 傻眼耶 它變9500耶 5500 這好驚喜喔 原來上都就是加血喔 這麼猛喔 也不是加血 加能量點啊 它上線是99這樣子喔 喔好酷喔 所以它說 這張卡片 基本上它是沒有搭載必殺技啊 它就是 純粹的幫你的能量點是還回來這樣子啊 不信的話我們稍微試一下 那不然我們這邊就使用個大招好了 2 4 6 就是它是非常高級的大招了 我們用完還有7700啊 你就知道這個大概可以射幾% 這樣卡片用起來真的是超鬼的耶 我以為它是一個獨立的大招 就是超大砲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它是回復能量 就是讓你可以有一個再戰能力 也蠻符合它EVOLUTION的一個特色啦 我剛才稍微重新審視一下 我發現這邊能量點數最高才1600 怎麼那麼便宜啊 我刷超级多次 如果没能量的话 瞬间满血复活 有的这样卡都真的是随便玩 好猛跟开外挂一样 我刚才也是稍微看一下 就是JQ 因为JQ我们好像也没刷过 JQ可以三种卡片 就好像通通都是属于回复卡 只要你刷JQ 都可以把能量给回起来 只是K最夸张 一口就回四十千这样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 Tachimasa的一个弥补 终于帮他做一个补齐 这样也算是首次 把Kin型的稍微玩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最重点还是 重系列的一个省器 也希望未来Tachimasa 这些东西可以做一个实体网 DX话也好 拜托一下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次 一个Kamela的Blade 我如果喜欢钱包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